我們看這一本,對,這個都有對照表,我們重新做的整理 現在看第五條 那麼第五條,基本上也是有 第五條是民進黨黨團協商修正條文 他做了一個修正,第五條 那麼第五條,民進黨這邊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個第七款,工業後適應學校大學法學院畢業的 後世的中研究院,副研究院,住研究院,六人以上 就有資格,大概正在這一款 那針對第五條,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民進黨修正統一條文通過 好,來,第五之一 好,來,第五之一 好,第五之一 我竟然從了,洪國商不老黨民,我都這樣最好 來,第五之一 來,大家看第五之一 那個人觀不處理了 大家,我們看第五之一,在第幾頁 五之一在第六頁,民進黨黨團修正統一條文是不予採納 那時代力量黨團有一個協商修正條文 來,請時代力量黨團來說明 第一個,在程序上面的問題喔 我要先拜託院長,組織一下公道 來 我們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在委員會協商的時候 對 我們問司法院 請問你們現在最高法院的法官 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給大家一個清楚的說明 最高法院的法官,來 因為他們現在喔,法律啦 沒有明文規定 然後搞一個要點在那邊做 大家根本搞不清楚 在委員會已經要求他們做這件事喔 結果我好像乞丐一樣 一直去討,一直去討 那你們答應給的說明在哪裡 可能我們是小黨啊,人為言親啊 司法院在委員會做過的承諾 答應要給的東西,說不給就不給 態度之傲慢 讓人無法想像 我如果有說錯的話 我歡迎院長去調錄影帶出來看 去調會議紀錄出來看 欺負我們欺負成這個樣子喔 要求你們司法院跟全體國人講清楚說 好,今天你這條你不修訂 大家都關心的最高法院的改革 法官如何產生 你跟大家講清楚嘛 就是過去存在嚴重的問題啊 關於最高法院的改革 這件事情寫了多少文章啊 那還不是社會外界的人在罵喔 那個是法官群體內部的自我反省啊 從當初蕭養龜 關說他自己的兒子 把人撞傷跑掉的事情開始 最高法院的法官群體是怎麼樣自我包庇的 大家就直接講啦 的確 最高法院的改革是司法改革最大的核心障礙 驕傲的最高法院始終置外於司法院的管轄 因為按照司法院的領選要點及行政慣例 有權決定最高法院法官人選的 不是司法院 是最高法院自己 尤其是最高法院的院長及庭長們 向來能夠獲得青睞擔任最高法院法官 一定要是最高法院庭長會議通過的人 而即使品操不佳交往複雜 如同蕭養龜一樣有關說紀錄的法官 只要最高法院護航 就可以幹了 這個是過去的歷史紀錄 如果這件事情不重要 為什麼會在兩年以前的司改國事會議裡面 成為重點改革議題 那正式成為重點改革議題喔 找了這麼多的學者專家 大家來討論 提出了建議 說不予採納就不予採納 要先讓回答好不好 我 要回答 可以讓我說 可以讓我說完嗎 好來請 謝謝院長 我知道齁 最後出來的那個方案 可能讓蔡英文總統 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 說總統的手要伸到最高法院裡面去 繼續在那邊搞來搞去的 好 那沒有關係嘛 我們在委員會裡面也提到嘛 不要總統挑 這個大家有共識 這個大家有共識 我相信四個黨團坐在這邊 大家都有共識 最高法院的法官 我們絕對不會讓總統去挑 把話講白了 大家不要再混水摸魚 炮火亂打 好 不讓總統挑 這個大家有共識嘛 好那下面一個問題 那應該誰來挑 司法院現在的幹法 就是維持以前那種 被批判到爆的幹法 就讓民間思改國事會議 那麼多的學者專家 大家共同來討論這件事情 變成是狗廢火車 還做成決議耶 那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第五條之一 你們怎麼會碰到 好像碰到一點主案 然後被人家在那邊 揮來揮去的時候 不把話講清楚 然後竟然處理的方法是 為了要把熱水倒掉 連嬰兒都倒了 整桶全部都丟了 這樣沒有擔當是要怎麼領導司法改革啊 結果法院問題多嚴重 不知道嗎 第二個 所以從我們的立場來講 我們很簡單 不要讓總統挑 不要讓外界有誤會 什麼總統的手要伸進來 你讓外部 有外部參與的林選委員會來挑嘛 那你為什麼又要回去本來的老路 這個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啊 那要不然你就直接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司改國事會議 是開拜拜的 是放天燈的 聽一聽也好 來請司法院來說明一下 剛剛這個方委員有提到 第一個問題說 他要的資料我們沒有給 這個是可能終於有點誤會 五月十三號我們在協商後 我們內部就收集資料 那五月十五號中午十二點 我們就送給黃委員的助理 那另外 因為我有批令送一份給招委 我們斷招委 所以 最高法院的任命程序資格 我們在協商會晚 第二天 第三天中午就送到黃委員那裡 可能中間這個座位上是不是有一點 你們送一個要點來要幹嘛 那是委員會要的東西嗎 這第一個 就是說目前最高法院如何產生 他的資格 就把相關的規定 光送一個要點來 我自己不會上面查 那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是說 這個 就我們這個修正案 過去因為在司改國事會議裡面 是希望把終審法院法官完全改組 可以這樣說 把目前的常任文官改成特任官 是重新任命的一個關係 人數變成最高法院減為十四個 最高行政法院減為七個 那參考外國的一些制度 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不過後來各界非常反對 在外國雖然是常態 但是在國內不能接受的 暫時不能接受的制度 那我們司法院也認為也不必這麼急 所以關於這個 終審法院法官改為特任制 這樣的一個規定 我們就不再主張 那這樣就回到終審法院常任的 現在最高法院的法官 明欣廷加起來將近80位上下 80位上下不一定 有時候有退等等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認為說 如果終審法院的法官要重新任命 那就類似於 類似於我們其他的像律師、學者 或者是檢察官 要第一次進入法官體系的時候 設一個臨選委員會來處理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第一次進入法院體系的人 他到底他的表現怎麼樣 法院體系沒有比外面人更清楚 沒有更清楚 比如說一個律師 到底他工作表現怎麼樣 司法院不會比外界人更清楚 所以當初臨選委員會 在第一次進入法院體系的臨選的時候 是外部委員 但是一旦進入司法體系以後 第一個他在司法體系的工作的表現 各種的資歷條件跟其他法官之間的比 還有他的人力配置的等等的問題 那司法院一方面比外界更清楚 這個法官 因為我們在法院體系裡面 可以講說對於法官的辦案的情況 是最嚴密的管制 每個案子哪天收進來 哪天結案 一個月收到多少案件 他的維持率等等都很清楚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樣的制度下 應該維持限制就夠 再來就是說 在我們台灣是很特殊的 因為中審法院法官 像現在最高法院裡面 有將近三分之一強 接近二分之一是所謂調辦事法官 調辦事法官就是說 他其實是下級審的法官到最高法院去磨練 但是他也是辦最高法院的審判事件 等到這個調辦事期間三年期滿 他就圍繞高等法院擔任庭長 所以在最高法院跟高等法院法官的人力的流動之間 其實是非常頻繁的 非常頻繁的 這個跟林選委員會 就一次決定這個人要去做什麼 就基本上不再調動的理念跟實務做法是非常不一樣的 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建立 既然這個法官重新任命的特任制 既然暫時不考慮 我們認為維持限制就可以 剛剛黃委員會寫會覺得說 維持限制會不會有一些 各方面操守的能力很差的人 到最高法院去 那當然這裡面就要靠司法院的態度 還有人生委員 我必須很客觀地講 在司法院這幾年的提案的人選 都是經過精挑細選 平常現在經過精挑細選 當然有些人他背後有什麼不理想的情況也沒有辦法知道 你即使用林選委員他也不一定知道 但在司法院裡面 只要有一個人選沒有通過 司法院都認為是一件大事 是經過非常多方的 來徵詢考核意見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樣的一個制度 運作起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 好來請黃委員 我可以發言了嗎 請黃委員 OK 到底是你是主席還是蘇嘉全是主席啊 剛剛院長已經才是要我講話了 兩個事情 第一個程序上面的事情 委員會要你們提的 是要你們說明 是要你們說明 過去到底怎麼挑的 結果你們送來給我的是什麼 就那個要點 然後這樣敢說資料有提 事後喔 我請我辦公室的人 請黨團的人 去跟司法院要 根本不理我們 你還坐在這邊 好像汙子我說東西已經給我了 然後我說沒有 第二個 我剛剛聽呂太郎那樣講 我必須要不客氣的講 我好像似曾相識做時光機回到 以前的司法院代表所講的話 一模一樣啊 一模一樣啊 維持限制就好啊 所以過去那麼長的時間 所有呼籲最高法院要改革的人 講的都不對啊 維持限制就好了啊 當我們承諾人民要大刀拓斧 進行司法改革的時候 我們的司法院代表針對 司法改革的核心重點之一 最高法院的改革 發言內容竟然是 就維持限制就好了 你講那些瑣碎的理由喔 我以前全部都聽過了啦 提出改革呼聲的人也全部都聽過了啦 然後呢 聽完了以後大家的決定是什麼 大家的決定是 在司改國事會議裡面要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今天司法院的代表坐在這邊 過去兩年 司改國事會議花的銀子 動用的勞力時間費用 人力物力 全部丟到垃圾桶啊 白開了啦 所有參與那個分組討論的人喔 大家聽了喔 會爆炸 那你們找我們來幹嘛 真笑的喔 沒有關係啦 這一條我堅持啦 司法院的代表認為說 以前很好我們繼續維持 就這樣繼續做下去 那代表你的價值嘛 但是我只是對於 所謂要進行司法改革的司法院 竟然去擁抱以前過去的價值 幫過去那樣子胡搞瞎搞 背書 要寫這麼多最高法院 應該要改革的法官也好 學者也好 真的讓人失望啊 這個 司法改革是 人民現階段 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喔 我覺得 這個 訂出一套 可以把好的法官 啊 來做怎麼樣一個審核之後 來處理 來進入最高法院 以及最高行政法院 是司法院責務旁貸的事情啦 我不曉得你們 用一個規則行政命令 來審議 那這樣合不合適 畢竟我也不是法界的人啦 但是如果沒有破五成州 而且很公平正義的方式來處理 一些法官的事情喔 縱然法官法修訂通過 社會一樣不會有 所謂的感受到改革的成效啦 這一條先保留 然後請各黨團帶回去 針對這一條到底 時代力量黨團提出 你們有沒有什麼意見 應該針對最高法院的法官 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有什麼看法喔 而不一定 只是跟過去一樣維持 現行條文喔 各黨團拿回去自己 再做一些討論啦 因為畢竟這個案子今天 我們協商會到禮拜 可能會到禮拜五禮拜十才會處理 所以都還有一段時間啦 好來最後一次發言好不好 那個院長不好意思 程序上就是大家 繼續討論我沒意見 反正實在力量有提出來的東西 等一下我後來我回來再補 因為現在大法官同意權的審查 在開公聽會 那我必須要過去 那你們 我去發言完等一下就回來 你的提案先保留 對對對當然當然 那如果你們沒有提案的 大家沒有意見就通過啦 只要我們沒有提修正動議的 那大家對於那些條文有共識 我們都沒意見 我們有意見的全部都提修正動議出來 好那我們就等你 你們的提案就等你回來啦 好 那我們五之一就保留啦 五之一就保留 那現在換到第七條 大家換第七條 第七條在第六 第七條在第六月 喔第六月 那第六月 民進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有一個協商修正的條文 那請問各黨團有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時代力量沒有提案 只有國民黨黨團跟 親民黨黨跟民進黨黨團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第七條就照民進黨黨團 協商修正條文通過 那現在 我們 就進行到第九條 第九條在 第九月 大家翻開第九月 第九月 也是民進黨黨團 有一個協商修正條文 那麼第九條 好 我們 請問各黨團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第九條 就照民進黨黨團 協商修正條文通過 那現在翻開第三十條 三十條大家翻開 第幾月 十一月 十一月 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民進黨黨團 也提出一個協商修正 及司法院的建議條文 那兩個都一樣 請問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三十條 就照民進黨黨團 協商修正及司法院建議條文通過